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讽刺现实的治愈短片 Again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叮叮叮叮叮 随着闹钟不知疲惫的名叫 该起床了 关掉吵闹的闹铃 逗逗条件反射般的直起身板 眼镜还没有来得及睁开 屋里的智能家具设备 便开始自顾自的工作起来 手机准时充满电 窗帘自动升起 拖鞋自动摆放在床边 一切都是那么的舒适便利 可豆豆好像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 他依然舍不得睁开眼皮 拿出一成不变的食物 胡伦吞枣的送进嘴里 此时的他终于微微睁开眼睛 挑选着在他眼里 并没有什么区别的领带 豆豆享受着来自科技带来的各种辩解 但就算再舒服 积极划分的人类 难免也要去上班工作 于是豆豆就像按照设定好的程序一般 再次踏出家门 涌入这拥挤的街道 大街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所有人都跟豆豆一样 一脸的冷淡和无精打采 纷纷拎着各自的手提包 走在前往公司的路上 人群中偶尔会有几个 牵着宠物溜达的人 他们很幸运不用上班 但也只是极少数而已 艺术家在画厅里编织着艺术 五彩缤纷的颜料 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线条 仔细一看 好吧 原来画家在画二维码 画家这佛系的表情 就和街边的行人一样 提不起精神 重复的画着 只是略微修改下编久 一副与众不同 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区别的画 就诞生了 这个世界单调的要死 所有人除了颜色略微有点不同外 好像长得也没什么区别 急匆匆的赶到公司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豆豆的工作就是玩坦克大战 对 你没听错 豆豆熟练的控制着坦克 跟另一边的坦克进行对战 豆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控制着电脑另一边的坦克 只知道对面不知疲倦 一遍又一遍的开启战局 好像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当然豆豆也不知道 他上班陪对面玩游戏的意义何在 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只是每天按时按量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内容 来换取报酬 我们认为最有趣的事 却是豆豆最厌恶枯燥的事情 因为那是他的工作 终于下班了 豆豆依然耸大着眼皮 撅着屁股 走在夕阳下的街头 远处的汽车急速驶来 而无精打采的豆豆疲惫的走向马路 一个没留神 碰的一声 行驶的汽车就撞向了豆豆 就在豆豆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 他的身体一阵模糊闪烁 居然再次出现在了原地 他张大着嘴 好像明白了什么 自己应该是一段程序代码之类的东西 死了就会原地重生 然后继续无聊的生活下去 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不 这是一种折磨 自己的存在和生活 根本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与其这样日复一日被系统驱使 折磨 一成不变的无聊生活下去 还不如现在就结束他 一聊百聊 再见了这个世界 去你喵的 哎呀 纵神一跃的豆豆再次出现在楼顶上 看样子得换个死法了 于是豆豆又开始商调 奈何自己没有脖子 掉不死自己 没关系 换一种方法 豆豆又想用高压水枪 将自己撑爆 然而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豆豆有些不耐烦 开始尝试报复社会 他跃入地铁轨道 打算压死自己 先翻地铁 可刚触碰到地铁 一股熟悉的痛感 传遍全身 果然 豆豆又再次独当重生了 按道理不应该如此啊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算是一场游戏 就算命再多 也有死光光的时候啊 难道是自己生命太多了的缘故 与生俱来对程序的敏感 让豆豆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目的就是制造出一台全自动的自杀机器 这样就能无限的杀死自己 以最快的速度 结束所有的生命数量 强烈的求死渴望 激发了豆豆 无限的潜能 他从来没有为一件事 如此的努力过 但努力的方向 貌似有了些偏差 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他成功了 这台完美的机器第一次使用 高压电击 重力碾压 陷阱坠落 各种高效又一击毙命的招式 轮番在自己的身上施展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死亡 一次又一次体验疼痛 豆豆在无奈中体验到了什么 才是想死都死不了的绝望 豆豆愤怒的踢了机器一脚 剧烈疼痛传遍全身 无奈的瘫倒在地上 可能每个人都一样 总会背负想死又死不了的责任 人生啊 难道就要这样一直无趣的活下去吗 想了许久的豆豆一把大火 烧了自杀机器 豆豆总是想寻找生活的意义 可我们的生活 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生活呢 却有很多的乐趣 比如你看见了这朵花 我看见了你 人生就像是一局游戏 规则是系统定的 但玩法却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勇士 用老天给你的这唯一的一条命 一路通关吧